大家好,今天分享的小技巧呢,教大家用表情包作为锁屏密码,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要下载一块软件,软件叫做锁屏君,大家可以通过应用市场直接搜索下载 下载完成以后呢,我们点击下边有一个密码选项,我们点击,然后找到表情包 找到以后呢,我们当然可以就是自己去定义表情,如果不定义的话可以用系统表情 然后我们点下勾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密码了 我选择前四个 设置完成以后呢,当然有些权限,比如说悬浮窗,大家可以多要同意一下,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返回以后,解锁,然后就输入密码 这样的话就可以成功解锁了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儿,希望这个小技巧能够帮助到大家 更多精彩的请关注灵动生活,拜拜